《慧宁时间》 甘草堆Lemoele 我们一起来欣赏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根 这也是《慧宁时间》第三次介绍到这位画家的作品 这幅作品创作于1889年 现在保存在英国科陶德画廊 这时候高根的艺术风格已经逐渐成熟了 我们看到画面的前景是牵着两头牛的少年 背景是淡淡的远空 最主要的画面是明亮黄色的甘草堆和蔡齐千劳动的农妇 此时的高根已经能熟练地把握色彩的节奏与韵律 整个画面冷暖相间的色调层次分明 观线和色彩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下一集我们到卢浮宫去看达芬奇特展 婚礼时间法国巴黎